这就是曾侯以木出土的最神秘的一件文物 战国金坦皇器 出土至今没有人知道它的用途 直到今天 在湖北博物馆的简介之上也只有12个字 出自东周 形似坦皇 用途不详 而且坦皇的名字其实并不确切 因为这东西除了和坦皇长得向外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些坦皇被缠绕在了20多个大小 稍有差异的木头表面 木头通体修红器 上端略大 下端略小 在中部则缠绕着数十米长的成竖丝线 看上去和纺锤极为类似 它们被有规律的摆放在了墓室中的案板上 不管是器物的形状还是摆放的形式 看起来都极为古怪 但能让富可敌国的曾侯以带入古墓中的器物 绝对有它独特的价值 其中金坦皇一共飞为462段 每段两厘米 重量1.5克左右 制作的可以说是相当精巧 但这样的东西就好像失传了一般 没有人知道它的真实作用 有人说是乐器 有人说是曾侯以修仙的法器 那么你认为它是什么呢